看看同修有没有什么问题 请问这样子符合于缘起法吗 那我想大家看到这个题目都是有 我们有很多同修都讲过这样 都以为这样 那我们的回答是说是还是不是 我们应该讲说是 因为如果他真的这个样子 我们就讲到说 花艳今生一进往生极乐世界 这种艳丽 这样的花艳艳丽 他虽然没有决定力你听懂吗 但是他有什么 影响力听懂了没有 你不能靠单一因素 就是我一定要往生 但什么也不做 那你要往生 这个就会有问题了 对不对 你要有其他因缘的配合 所以他花这个艳会不会往生 会往生 但是只有影响力 但是没有决定力 这样他听懂意思没有 不是说我这样 我只要嘴巴讲说我一定往生 就往生的 但不是这个意思 还要各种其他条件来配合 那我们从听他刚才讲的这个问题 大家来回归刚才问题 他平时都在念佛 他就变成平时念佛就是过去的业不是吗 我们讲三个因素对不对 一个是过去的业 一个是现在的环境 最后一个是观察者 主宰者的意志力 你懂吗 三个因素 所以我们讲说他一直都在念佛 他有没有要再培养他的过去的这个叶宗旨啊 有没有啊 有啊 第一个因素啊 第二个 灵命宗旨 他应该如果有修复的话 应该会有一些瑞相 就是说不会有很多很多的折磨 不会有很多的障碍 所以呢 你讲说那时候的环境应该不错吧 那时候的环境有同修去帮忙助念啊 所以呢 不会很惨啊 所以应该是不错 这第二个条件也不错啊 第三个条件 他有打定主意 就是我一定就非常确定啊 一定要往生 所以他的意志力的一种体现啊 所以是不是过程第三个因素呢 有没有 所以一二三 三个因素都记住 所以他符不符合因缘法 现在的因素都记住啊 符合啦 那现在我们当然要讨论一下啦 就是说他说的到底有几分可信 你就要看他平常的表现哦 对不对 当然因为他讲说 我有办法主导我控制我的心 这句话呢 讲的是有一点夸张 因为说实话 一个人要懂得自己的心啊 这叫做明心见性 OK 明心见性并不是 我们一般同修可以做到的 所以讲这样的话呢 是有一点夸张 但是你也不能讲没有啊 你也不能讲说你骗人 你怎么证明他骗人 对不对啊 你不能证明他骗人啊 但是呢 你听听就好 我们为他高兴 OK 我们为他高兴 我们希望他如此 我们希望他如此 对不对啊 所以我们只是讲到说 但是呢 要让你知道说 不是我要一定要往生 就往生 懂吗 不能有这个样子 还是要诸多的配合 所以刚才讲说 你平常真的真心的放下一切 来念佛 第二个呢 希望你多修福报 将来往生的时候 少障碍 最后呢 你到最后真的愿意 一定要往生 那我们就讲到说 偶一大师不是讲的吗 得生以佛 全有信念之有无吗 然后品位高下 全有慈明之浅身吗 对不对啊 所以如果照这句话 这个同修讲的 可以不可以呢 同修讲的话 应该可以啊 因为他有信念啊 所以偶一大师说 只要有信念就可以往生啊 OK 那再过来 善导大师呢 怎么说 刚才已经讲过 定善二善都是往生的行音 阿弥陀佛的红颜是往生的圣言 所以一年何而 三个都配合往生也OK啊 这样有没有问题 这样你懂 那我们再讲说 殷光大师也说 我们就把偶一大师 善导大师 殷光大师说 殷光大师说 净土法门啊 若具信念 只要真有信念 念佛 愿意念佛名号 求生西方 就可以藏佛 慈力往生西方 这个也是 也是殷光大师说的 所以刚才我们回答呢 就是这样子 所以但是我这里要 特别强调一下 如果他真是 李明 信身 厌切 行专 就像我们 写在后面的 然后呢 真的 真心想要往生极乐世界 不是 可说 心不行 就是只有 口头说说 但是都没做 也没这样想 如果这样的话呢 他是符合音乐法的 对不对呢 是符合音乐法的 是能够跟 法杖比丘 说第十八宴 自信信恶一生极乐 十年毕生的 这个大宴相应啊 没有问题啊 对不对啊 没问题啊 所以那我当然 这边要加一个 这个 法杖比丘 说的除非他 造作武逆十恶 毁谤正法 极大恶业 这我们要加一句 如果说 他一直说要往生 但是现在都在 造武逆十恶的 这种大罪业 当然会障碍他往生 那我们就 不及一个 毁谊大师说 说现在说 邪佛啊 很多念佛求生 希望其实这个世界 真的是一种 缓迷 威物 自言自盾的 一个好法门 可是 可是啊 大家清楚 可是啊 对于啊 很多梦幻的这种 法 他根本没放弃 这是大家听懂没有 什么是梦幻呢 像妻子啊 家园啊 就财产 跟亲情 是不是梦幻 刚才先举过例子 这个很多人讲 他夫妻呢 不是来讨债的哦 是他是善言恶言 没有言不会聚在一起 所以会跟你结夫妻呢 一定是过去跟你结了善言 不然就是跟你结了恶言 所以变成冤家对头 对不对啊 这个大家也都知道 所以你如果认清楚这个话题呢 你就知道说梦幻的 那你说 哎呀我现在不管了我的儿子儿女啊 我也不管了我的妻子啊 行不行呢 不行啊 因为你离现实生活太远 所以我们要顾虑到现实生活 但是呢 我们称它为梦幻 就是说它不是真实永远不变的 叫做梦幻 这样懂吗 它是会改变的 所以将来你你死了 你太太也死了 你你死了 你先生也死了 你们在阴草地府碰到的话 谁也不跟人认识谁啊 所以这个就是各种各的 那这个就讲到说 你对妻子家言割舍不下 对这个梦幻的功名户贵也不能远离 对苦乐寒暑 就是稍微天气热一点就 哎呀东宴西今天怎么这么热啊 然后在冷的时候今天这么冷啊 每天都是在抱怨 然后呢 各种残疾的转意就是 每天人家讲到说我要去参加 哎呀某某地方打坐呀 某某地方有奖金啊 我要赶快去啊 那里有法王加持啊 像这个样子 你都舍不掉 都不会放弃 那那时候 你想要去往生希望极乐世界来说 恐怕恐怕会有障碍 因为你是口说心不醒 口说心不醒 那他说对于这个娑婆的活迹 你还一直希望越多越好 钱越存越多越好 然后呢 那这个到处去攀岩啊 去跟人家结交啊 怎么什么拜 怎么这个 这个 说什么义址啊 又是什么 结各大堆 你都还非常有兴趣 像这样的人呢 是在叫做在天梦 那我们呢 那是噩梦 那我们呢 是真正这个放下万年 然后呢 希望到极乐世界 那同样是梦 到那边还是要再修行 以色列是梦 但是他梦是好梦 所以我们宁可做好梦 也不要做噩梦 好 所以如果你真懂得到道理了以后呢 到净土之声 万牛莫丸 一万头牛啊 拖着绑着绳子 把人要拖走 你就拖不走 因为你 决定心已经非常明确 我一定要往生 谁跟你讲都没有用 那所以呢 我说 现在念佛人能够这样的其实不多啦 很多人就这样 我一定可以 我一定可以 大部分都是嘴巴说说 我们呢 来学习一下这个 这个心理学家的怎么说 经理学家 他们呢 来解释说 潜意识 就是 sub consciousness 跟意识 consciousness 对不对啊 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我们来看一看 这跟我们念佛也很有关系 我们来看一看 所以我们的意思 我们的思想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意识 一个是潜意识 没问题 潜意识呢 就是大脑中不用通过意识 不需要通过意识 它已经 它就直接能够影响 影响你的行为 那个思想叫做潜意识 OK 无形中的 你不知道的 然后世界的潜能大师呢 叫做 Brian Trissier 他就讲过这个潜意识呢 他的力量 比意识要大三万倍以上 30,000 times以上 OK 他力量是很大的 潜意识 所以你要念佛 要怎么样 改心 因为你心里边 实际上是喜欢你的家人 喜欢你财产 你说我要念往生 我要往生是意识 潜意识里边 你讲说 我太太好了很 对不对啊 我怎么舍的 那是潜意识 到时候 如果你潜意识都不去改他 嘿 他就到时候潜意识就拖着你 继续在轮回 这样懂吗 就是为了这道理 那我们就来讲到说 我们经常都可以用意识控制 我们某一些行动啊 对不对啊 那这意识可以控制 比如说 有些呢 你是可以控制 比如说 我要去拿这个 钟 可以啊 这没问题啊 我要讲话 可以啊 但是呢 有些你是不能控制的 就叫做下意识 比如说什么呢 扎眼 很多人说扎眼睛 对不对啊 你说我就不扎眼 你能够偷就不扎眼 为什么 你不能控制啊 你懂不懂 大家知道扎眼睛吗 你有办法敢哪一个人敢防止我绝不扎眼 不行啊 这就下意识 就潜意识里面在作用 好 那再过来是打哈欠 打哈欠 很多人稍微可以控制一下 但是呢 很也很不容易了 那尤其是你旁边人打哈欠 你也会被打哈欠 有没有这种经验 对不对啊 你也很难很难控制 所以这个也就是属于潜意识 那再过来就讲到说 潜意识呢 会按照你心中想的画面呢 让它变成真的 这就是你一直想这样 一直想这样 一直想这样 所以呢 后来你就以为是真的 比如说我上经常开始讲话 你说他是个小偷 这个贼 结果你就一直观察他 你看他走路 你看他这个样子 他在跟人家讲话 什么都像小偷 结果你以后看到他 他就是个小偷 就是你潜意识 把他塑造出来 他是个小偷 那事实上他就是小偷呢 不是啊 你懂吗 因为你潜意识里边 认为他就是小偷 所以他 你想他说 他走路总是避开 走那个稍微没有人的地方 你想说你看你看 这个人就是这样嘛 心术不正嘛 对不对啊 你懂吗 这个叫潜意识 这样懂了吧 潜意识很厉害的 心里边 你有这样潜意识的话 就会让你很多 就把它变成坏了 比如说你经常想说 那个人对我很不友善 一定是我哪一次 因为讲什么话 变成这样子 所以你越听越看 你看越来越像说 真的他就是对我不友善 他就敌对我 他就把我当仇人 会不会这样 会啊 很多人就是这样 很多人就这样 把你认为怎么样 就越看越像 就把人家认为 真的这个样子 其实不是真的 是你潜意识 把它塑造出来的 这样懂意思了 所以我们要好好利用潜意识 所以就说我们尽量 对任何的事情 看法想法 都不要消极的 不要负面的 不要negative 不要负面的思维 比如说你经常 都是往坏的方面想 结果呢 你经常出现的就是 一副很沮丧的样子 一副失败者的样子 就是loser 然后呢 好像你很可怜的样子 因为你的 你思维都是负面的 所以我们应该用 正面的思维 和谐的思维 建设的思维 然后呢 你什么东西都看好的 他对我不好 你想到不是讲到说 你怎么敢对我不好 而你就是想到说 他可能需要帮忙 有人让他喜欢了 所以我应该帮他解决问题啊 懂了吗 这正面思维 你就结朋友 但如果是 你想说 他怎么可以对我这样 那你就负面的思维 你就想说 你敢这样 你打我一下 我打你五下 就是加倍奉还 那这个负面的 你的朋友就越来越少 这样懂吗 所以我们善用 我们的潜意识 然后呢 你不要 这个就是我们 比如说 所以我们 比如说我们念佛来说 我们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往生极乐世界 是我们唯一的欲求 它就会变成 强而有力的影响力 对不对 它会不能决定 但是呢 它会影响力啊 在你的潜意识里边 在你的阿赖意识里边 它就有欣喜的 越长越强 将来你 你的阿赖意识里边的 这个念佛的叶种子 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强 所以你要死的时候 当然强的就 就作为隐业 懂吗 我们讲隐业 引导的隐 就引导你 到西红节的世界 这个是我们在讲到说 善用这种 这个潜意识 然后说 这个潜意识呢 要怎么样才能够 说这个潜意识的功能 很奇怪 它会利用过去 所有的经验 跟任何星星点点的 有知识 就是你脑海里边所有的东西 他都会把它逗在一起 他就把它逗在一起 所以很多东西 你想说你怎么会这样想呢 他就是这样想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资讯 有奇奇怪怪的东西 他就把这奇怪的全部逗在一起 所以想出来东西都是很荒谬的啊 这我们觉得是很荒谬的 对他来说 没有什么啊 就是这样啊 懂吗 这就是潜意识的功能 因为这个潜意识呢 他就画出来说 意识就是在最表层 你可以控制的 那这个潜意识就是下意识 就是比如说你打赫歉啊 在很多人面前 你不好意思打赫歉嘛 对不对啊 你还是可以把它压抑一下 对不对啊 把它refer一下 对不对啊 就是把它压抑一下 这是属于潜意识 那潜意识的话呢 你就控制 一点都控制不了 这是我们阿赖也识里边 要放出什么种子来 会让你碰到哪一个人 会让你出车祸 什么东西 很多东西呢 都是潜意识里边有这种种子 就是我们阿赖也识里边 有这种种子 他就会这样 所以我们就讲到说 我们一定要善用 我们的潜意识的观念 来改变我们的阿赖也识 多去培养一些善的 然后敬业 就是往生希望极乐世界的 业种子 尽量去培养它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 强而有力的一个影响力 到时候我们要 要灵命中时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隐业 而不是满业 因为很多人因为那个 那个念佛的业力太弱 它就变成满业 满业的意思说 他将来去做人的时候 很有福报 很有福报 也许他可以做官 这个属于满业 但是他没有把你 牵引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就太可惜 所以我们所有的准备功夫 所有种的念佛的宗旨 都是未来要希望他变成 我们的影业 引导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这是今天要来说的 但是看起来时间也不是很多 所以我们大概只能够讲到这里 这流行之后 那么多